岛屿,马来西亚中肠恶果,喊停歇一大当后,彻底醒悟,近日92岁的马哈蒂尔上台了,马来西亚的一些局势,还是挺紧张的,特别是没有了我们国家220亿美元的高铁牵后以后,很多人觉得马来西亚这样子做非常的不好,而且国外对他们的投资也减少了很多,这样子的事情让马来西亚有了危机, 所以他们还是放弃了他们之前的政策,马来西亚的一家报纸说,马哈蒂尔最近的态度,跟以前很不一样了,他说愿意参加我们国家的一些项目,他说挺期待我们国家的一些企业,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可以对他们投资,他还说会认真学习我们国家的一些经验,感觉说这些话的他,态度真的变了很多, 那么,他们国家在这段时间,里面,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 其实最近他们除了经济不好以外,他们局势这方面,也是需要我们国家来帮忙的,最近,他们国家的海军司令,亲自来我们国家,还参加了我们国家给他们建造的冰海任务舰的开工仪式, 这种事情在以前也是很少见的,很多人觉得,他这次来我们国家,主要还是,为了可以把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搞好一些,事实上,他们已经买了我们18艘战舰,而且他们还希望我们,可以把自己的技术告诉他们, 这样他们才可以自己来做,如果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好了,那么,他们肯定会非常不好的,现在有了一些巨大的损失,他们也终于明白了,现在就开始来和我们国家和好, 除了他们的马哈蒂尔,公开来表示跟我们很好,有些人还说,他们国家可能会给我们送很多的礼物,除了高铁以外,他们还准备把很多的建设给我们做,他们国家也表示,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会支持我们国家,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说自己很重视他们和我们的关系, 有一些人说,之前他们国家在高铁那方面喊停,主要是因为马哈蒂尔,还有纳吉布两个人之间的事情,毕竟纳吉布是比较想做这个项目的,而且他觉得这个项目是他的一个成就,所以马哈蒂尔上台了以后,肯定会不同意的,但听说马来西亚以后会重新做这个项目,并且加强和我们国家的关系, 大概他们终于知道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了,的观点,虽然并不没有很懂国际关系这些事情,但是还是觉得马来西亚因为个人的事情,把自己国家搞成这样子,其实是得不潮湿的,大家觉得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